我們看這一頂 這一頂它說A的大小是2 B的大小是4 那A的B等一步 第一小題 它要你求多少呢 2A的2A減掉加上3B 那多的多少呢 2A呢 減掉3B 好,那我們一看 這個交叉項可以消掉 交叉項消掉以後 現在就剩下前項的 前項這兩項一樣 前項的平方 減掉後項的平方 前項的平方就是2A的2A 就是2的平方 A的大小的平方 減掉多少呢 後項的平方 就是等於3B 這代表它的 它的那個大小 的平方 拉2的4 這是4乘以多少 A的平方是4 減掉3B 3是12 12的平方 所以這樣等於 4乘以144 等於 戶的多少 128 128 好,這是第一小題 再我們看第二小題 第二小題的話 它問你 絕對值 2A 減掉3B 就2A減3B 這個向量的長度 那這個可以把它寫成 這是2A減掉3B 對 2A減掉3B 因為這兩個向量的平行 所以cos0度等於1 就這個的大小 乘以這個大小 乘以cos0度 cos0度就是1 那這個可以把它展開 展開來的話 就是前項的平方 前項的平方 就是這個 16 加上多少 負負得正 後項的平方 後項是這個 144 那減掉多少呢 交他項 這是6A.B 6A.B 所以是兩倍的 6A.B 好,那這樣的話等於多少 這個加起來是多少 160 160 整掉12 乘以多少 2乘62 A的大小是多少 2 B的大小是4 cos的A跟B的夾角 A到的B是等於5 所以是 直接就是 2612 A到的B是等於5 所以就這樣就好 所以是 160 這個是60 所以是跟到100 所以是10 100 拍給到10